今天,丸子宅在家里收获了长沙臭豆腐的快乐 正宗的湖南长沙臭豆腐 等会在家吃臭豆腐会不会晚上都无法入睡 沉思中,反正也不是我睡,管它呢 看起来很简单哦 一包里面了20片生胚,三包两包 一份汤汁两包,一份辣酱包,一份香菜包 丸子个人爱好,Double蒜 Double葱,原来它是一个重口味丸子呀 简单三步,你就是厨神 第一步,把汤料包和香菜包用沸水冲化 搅拌备用 搅拌几点核尿 搅拌刀 擀切油 3 5 聞起來炒,吃起來香。 第二步,最重要的炸豆腐,基本也沒啥技術含量,炸至膨脹浮起來,外殼松脆即可。 中火煎食和炸豆腐,再吃飲料。 烤鸡肉 第三步, 骨子中间戳动, 把调配好的酱料倒入,就可以开吃了。 吃之前,带大家回顾一下它本来的面目。 这是原来生配的样子, 真的,你一样的臭,太臭了。 不行,太臭,太臭了。 不行,我要去把手擦一下。 嘿,大家好,我是丸子。 今天是一个充满臭气的视频。 经过一顿猛操作之后,我喜欢吃的臭豆腐, 终于好了。 它做好了之后,长这个样子。 买相还挺好的。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试一下它的味道怎么样了。 好,现在我们来把酱汁倒上去吃吧。 这是我秘制的。 在它原来的配料上面又加了一点腐术。 因为这样吃起来,味道层次更丰富一点。 我们来试一试吧。 对,我又加了很多蒜。 嗯,我超爱吃蒜。 虽然有点臭,但真的很好吃呀。 哦,傻了。 应该先给它戳。 听到清脆的声音了吗? 哇,好脆哦。 嗯,就每次我买臭豆腐都要它就炸的焦焦嫩嫩的。 淋上,也汤汁。 再来一点辣椒。 其实,如果你口味不是特别重的话,这个辣椒可以不加的。 嗯,但是我是吃辣的。 所以,我就加辣的辣椒。 再加一点小醋醋。 老阿姨强行装嫩,会遭雷屁的。 这个也一般人是不加的。 但是我觉得加一点醋。 加一点耶。 加一点醋醋。 再来一点。 酸酸。 我现在已经开始在咽口水了。 调好了耶。 来一个特色。 中所修,其实斐鱼罐头是臭味节里面数一数二的。 斐鱼罐头之后应该就是这个王志和了。 然后再吃臭豆腐。 这个王志和一定要认准出蓝色包装的,而不是那个红油的。 红油的,就跟普通的腐乳一样。 但是王志和这个威力太大了。 我看到有人在评价里说的,就带着王志和, 然后打开的那一瞬间,食堂就没人了。 然后更夸张的有人写道说, 他在教室里把王志和打碎了,然后教室里停课了两天。 就看到这个瓶下的时候真的, 真的太搞笑了。 听不出好像还抱紧了, 这因为太臭太臭了。 那真的有怎么臭吗? 好了,我来问一下。 小心眼,不要撒在衣服上面了。 是有点臭,是那种蛋白质分解的味道。 但是你说很臭吗? 也不记得。 敬人心脾的味道。 其实我觉得还挺好闻的,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说它很臭, 就跟榴槤一样,我觉得也挺香的呀。 真的很香,吃起来更香,怎么会有人觉得臭呢? 嗯。 我们来对比一下王志和的臭味, 和那个臭豆腐的生配, 那一个更多的一道。 我觉得还是,这个太猛了, 这个太猛了, 有点, 那种什么臭泥巴的味道。 这种很臭,臭泥巴的味道。 就难以形容, 那不行,不能再闻了。 再闻我就受不了了, 这个不行, 受不了了, 这个太难闻了。 王志和的味道是香的, 就是一种豆腐腐败的香味, 让我来试一下。 王富和。 嗯。 这样一整块王志和是完整的, 快要往上很多人买, 王志和都是已经碎的, 渣也不生了, 就千万不要去往上买, 很容易跟上豆腐的。 太爽了。 因为同样是, 可能是发酵的豆腐, 为什么王志和是这样子, 然后臭豆腐黑色的, 就是因为它用了不同的卤水, 所以就可能在成型上面, 会有点不一样的味道, 臭味来说, 真的不是一样的臭好吗? 臭豆腐太臭了, 就是我说是胜胚, 不是尖尖手臭, 真的很卡文呀, 那这个太臭, 太臭了。 这是完整的王志和的, 它应该是长这样子, 看起来挺可爱的。 让我来试一下, 四次王子和吧。 剥开, 超级嫩, 它这个真的很容易就碎块了, 因为它这个一皮, 一般的腐乳, 就是那种红油腐乳, 或者是薄辣椒粉的腐乳, 我觉得更嫩一些, 就怕吃这样子, 剥开, 很软, 一划就破, 一划就破, 又开始咽口声, 好嫩, 这嫩的, 应该是嫩豆腐, 发酵的, 哇, 好吃, 太好吃了, 它里面, 会有一点, 就是, 盐的颗粒, 有一大颗大颗的盐, 就是相对来说, 这个会变成咸, 不太适宜, 多深吃, 就这馒头, 或者是粥来说, 它的味道应该会更好一点, 但是真的很香啊, 就是很嫩很滑, 太香了, 太好吃了, 有点腺, 太腺了, 除了馅, 其实都挺好吃的, 还想再来一块, 不行, 我要去喝酒水, 太咸了, 这位老阿姨, 邪律脑子都忘记说再见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拜了个拜, 我会给大家看, 在这里, 不可能啊, 一定打算呢, 我会给大家看今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